哎呀今天来给大家录一下 事件战法的这个推荐啊 S2太平道法 大法师必备战法 需要用到张角张宝张梁三兄弟 属于是必换的 并且在S1没有抽到张角的话 S2以后张角抽到的概率 会降低到最低出城的打 跟孙权同打 斜师弄拳 需要用到十张紫色群武将 开荒和假许没尾书的情况下 比较不错的平T选择 在赛季末子卡很多的情况下 可以奢侈一把 船角宣威 需要用到十张紫色魏武将 控制两回合的脚械还算不错 在开荒中没有圣气的情况下 可以带一手 可以换 七零三军可以换 但不是刚需 一张画熊一张攀凤 大家应该都能给得起 适合挨打武将 例如下侯敦和点围 火赤元寮比较奢华 需要用到一张董卓 李如李绝 郭四 打藤甲成绩 有条件的一定要换一张 并且高发动战法 双重属性伤害 让法师和武将都可以携带 伏击军名 这个战法的出现 正式让三战进入脱回合时代 需要用到一张刘备 弥足 恐龙和桃千 但是我发现 有很多新手玩家 有好几个刘备 但是呢 把开局送的弥足 辞掉了 这波就血亏了吧 脱回合队伍的神技 闭幻战法 虎聚阴阳 适合平A输出的武将 需要用到孙策 周瑜张招 有条件的可以兑换一张 前提是你有阿湘 是好战法 但不是每个玩家都刚需 仓柄风时 需要用到十张紫色 群武将 内政战法 给你家粮食官奢侈一把 好不好 建议在赛季莫子卡 很多的时候兑换 粉资赢磊 前段时间的发动概率提升 依旧没有让这个战法 变得更加常见 更多情况下 其实也是因为 兑换条件比较简单 任意群武将和任意卫武将 才导致换他的玩家特别多 平民玩家 却法术战法的时候 可以兑换一个 鬼神廷威 需要用到一张吕布和袁绍 抱头其张疗 非常刚需这个战法 但是 抱头其只能玩一个赛季哦 吕布的数量如果不够 千万不要换 性价比极低的战法 强度我认为不如百齐 并且给吕布加红不好吗 平民玩家不建议换 土豪的话当我没说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再见